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村村故事会 我是大唐 书接上回说1928年的6月3日 张作霖留下了龚宝田在北平保护少帅张学良 自己乘车回沈阳 结果途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黄姑屯事件 未遂同行的龚宝田闻讯后非常的悲伤 后来在张学良离开直立回东北的时候 他就执意辞职回乡 第二次辞官回乡的龚宝田 开始了第二次居乡授徒的时光 他深感国难当头 但由于自己年事已高 无能为国效力 终日长叹难眠 于是决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习武欲人 报效国家 这次授徒的范围逐渐扩大 面向汝山 烟台 木屏 海洋等整个交通半岛 培养了大批八卦掌传人 这龚宝田呢 武德好 从来不在乡亲面前显摆 偶尔露两手呢 也是为了让大家高兴高兴 有一天呢 他与村里几位老人在街头喝茶 一位老哥说 宝田兄弟 露两手给我们开一眼吧 龚宝田呢 就先给各位珍满了茶 又给自己珍满 说了声 请 这见龚宝田 右手拿壶 左手拿背 飞身上了房顶 他站在房顶又说了一句 请 话音未落呢 从房上轻轻地落到原处 手里插背里插水啊 竟然一滴也没有溅出来 还有一次啊 话说龚宝田和徒弟们早早来到练武场 不过呢 天空不作美 下起了鹅毛大雪 不大会儿的功夫呢 地面就有一层厚厚的积雪 于是 宝田只好带着徒弟们回到了屋里 坐在热炕头上 聊聊天 喝喝茶 等着雪停 说完这句话呀 这龚宝田就跟会着炖鸡树一样消失 炕边上只剩下了一件票 徒弟们把屋里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找到师傅 就差拆开炕洞子瞅瞅了 那这宝田藏哪去了 我给那个窗是木头窗 在中间开 边上的骨子一字字起来了 什么样啊 最后回来 等在窗上去看 原来啊 就在说话的当口 宝田就支开窗口窜出去了 哎呦 这么大的动作没人发现了 真是厉害 这事啊 一传十 十传百 就逐渐的演绎开了 这不 下面还有更夸张的说法 总之啊 这些人呢 就算演绎的夸张了一点 不过就因为啊 瞻仰龚宝田高超的轻功技术 除了燕蝙蝠和龚猴子外 大唐我啊 也送龚宝田一个绰号 咔血无痕 最后呢 天好合了 他就往下走 雪太大了 到没法走 他一半就是不踹鞋 就是刹他的鞋儿 就这样 这样 刹了 拉刹的鞋儿 啊 拉刹鞋儿 他地落榜 就拉刹鞋儿来一下 他们说到时候一乎看不见他的脚鞋儿 就是他自己落这种青蝙蝶水 一点一点蹭蹭地来一下 这就是他的庆功了的 说完了龚宝田的庆功呢 也该说说龚宝田的八卦联环掌 在名分上呢 他是董海川大师的隔代传人 但实际上 他是董大师的衣博传人 董大师曾经把八卦掌谱传给了他 现在青山村里依旧有废弃的 宝田五处学校 里面还有几个八卦庄 仿佛可以看到大师龚宝田 一人练武的身影 这个就是连这个八卦奖的事 要走路 一个印字 一个印字 坐载位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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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坐载位鞋儿 坐载位鞋儿 就要拿了个奖鞋儿 他是转的鞋儿这个 鞋儿不大 每天坐载位鞋儿 他坐载位鞋儿 就能给寒冬鞋儿写了 一个小便儿坐载位鞋儿 宝田这一生呢 保护过光绪皇帝 慈禧太后 和张作霖这些达官贵人 那是他呀 特定时期的本职工作 必须尽职尽责 同时呢 他还是一个有侠义心肠的人 一生啊 也常常打抱不平 保护普通老百姓 可有一次 他却险些被人打死 那龚宝田是遇到了何方的高手 咱们下期节目再讲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锁定相丰海运